上海民主党党员 上海国民大会会员 上海独立运动人士和关注上海独立运动的朋友们 2019年已经到来 恭祝各位在新的一年里 家庭幸福 事业顺利 身体健康 在过去的2018年 在你们的勇敢参与 积极努力 支持和关注下 上海独立运动开局成功 一名惊人 今天 投身于上海独立运动的人数 已经百人 上海独立运动兴起和上海民主党建党的消息 受到全球中文媒体的广泛报道 无论是互独运的支持者 还是反对者 都对我们的事业予以高度的关注和重视 与此同时 中共国政府 对我们中国大陆人县区的党员 进行疯狂的迫害 对我们自由地区的党员 在中国大陆的家属 进行不断的威胁 目的是要耳杀 刚刚兴起的上海独立运动 和建党未满半年的上海民主党 2017年12月15日 上海民主的优秀青年 胡承宜 第一位 响应倡议 加入互民党 2018年1月1日 上海独立宣言发表之后 在医学创始人 刘仲景先生大力支持下 各路英豪分支他来 投入到上海独立运动中 成为光荣的上海民主议员 3月 著名反共漫画家 王立敏先生 网民 变态辣椒 加入沪明党 引领又一波入党高潮 眼看50位党员建党门槛 达标在即 包括年轻财俊 马少在内的筹委会 及时成立 在筹委会精心组织安排下 沪明党于2018年7月18日 顺利的办理了政党登记注册手续 并在互联网上正式宣布 阻挡成功 引起中门互联网世界 不晓得震动 8月 召开了第一次 沪明党创党党员代表大会 通过了上海民主党党章 分别成立了党的管理机构 和权力机构 2018年 沪明党党员积极参加了 由图伯特、维吾尔和台湾独立运动人士 举办的抗议示威游行 和由海外民运组织 主办的各类会议和抗议示威活动 11月我参加了台湾方面组织的台湾中期选举官选图 在本党台湾地区党员林盛青的协助下 我以沪明党负责任的身份 与台湾政府大陆委员会和台湾民主基金会官员 与台湾大学学者和学生 与达赖喇嘛驻台湾代表等 进行了友好的交流和互动 并接受了美国和台湾媒体的采访 沪明党在台湾首次宣传交流活动 获得圆满的成功 在2019年新的一年里 上海独立运动有新的使命和新的目标 第一个使命是收集整理 上海人权状况和事件 撰写2019年上海人权报告 并争取在2020年初出版 第二个使命是筹备 开播上海民主党自己的媒体 上海之声 使用英语、护语、汉语等语种广播 第一个目标是宣传上海独立运动的宗旨和理念 争取得到欧美主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 第二个目标是继承上海万国商团的 保卫上海之神武精神 号召上海民众在中共政权灭亡之际 踊跃参与民间自卫组织 筹备上海万国民团 在这除旧迎新之际 我们感谢过去一年所有参与 和支持上海独立运动的人们 因为你们上海共和国的旗子在自由的土地上 天空下才如此绚丽耀眼光彩造人 我们也感谢过去一年里怀疑和质疑上海独立运动的人们 你们的立场时刻提醒我们要做得更好 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而不能满足于口炮 我们并不孤单 虽然民主自觉的道路上不满经济充满坎坷 但图伯特、维吾尔、台湾和香港民族 独立先贤们的足迹 将激励和指引上海民族坚韧不拔 抵立前行 再次呼吁所有爱好自由、独立的人们 无论您在何方 无论您种族、肤色 欢迎加入上海独立运动的行列 以实际行动的方式表明 我们共同的政治立场和理念 反专制、反大一统 俗话说 站得高、看得远 站在历史的至高点 你才能洞见未来 否则 你只能看见现在 感谢护民党筹委会 工作委员会同仁的努力工作 和致志帮助 感谢每一位护民党党员 和护国大会员的付出和捐赠 为你们的作业远见毅力和勇气 和感到骄傲 再次感谢所有支持和关注 护民党的朋友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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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